马可福音十一章九节十节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和撒那 父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要来的我主大魏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撒那 和撒那原文的意思有救命 救我的意思 成为一种崇拜仪式的祷求 所以在逾越节 以色列人都要唱这一首歌 诗篇113到18篇 是他们很熟悉的导词 这样的请求就变成欢呼的表达 而含有你有大能 我有你是佩德的意思 这个词跟哈利路亚一样 后来成为敬拜仪式中的称颂语 而大魏子孙是一个专有名词 指的是弥赛亚 他的国位无穷尽 因为神曾经应许大魏 他必坚定大魏子孙的国位直到永远 所以民众称耶稣为大魏的子孙 证实了他弥赛亚的身份 只是耶稣并不是像犹太人所期望的那位政治性的弥赛亚 他不是要用武力来拯救以色列人 乃是牺牲自己为人赎罪 来拯救一切信他的人 这才是我们要欢呼赞美的原因 但愿我们每一天都用欢呼用赞美来迎接这位和平的君王 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 家中教会中 作王掌权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他的意思是指奉主名来的是君王 君王常常在节庆的时候走在队伍的前面 像耶稣进城的时候一样 这是引自诗篇118篇26节 原来的意思是奉主的名祝福赐给来过节的朝圣者 而马太在这里变成耶稣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撒那 高高在上只有一位就是神 而耶稣降生的时候 天使高唱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是在路加福音记载的 在这里也指着因弥赛亚的来临 而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愿那些天使天君也从天上高唱和撒那 和撒那不只是祷告也是赞美 他一方面呼求主的拯救 一方面送赞主的拯救 主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 众人以赞美的欢呼呼喊迎接他 让主以得胜者的地位进入苦难之中 今天的信徒面对苦难的时候 如果能够用赞美作为后盾 一定会在苦难中得胜有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作为主